國際股市大幅修正 台股一早暴跌超過900點 市值蒸發達3兆元 創下收盤史上第二大跌點 而台積電股價也大跳水 最低來到915元 台風價收市兩天 台股終究沒躲過美股重挫風暴 26號開盤時大跳水 一度暴跌982點灌破季限 市值蒸發約3.13兆元 中場雖稍微回升 仍創下收盤史上第二大跌點 7月份進入第21個月 本來就是一個轉折點 那剛好又碰到一些這個產業 還有一個政治利空 所以剛好順勢做回檔 專家分析受美國金融市場牽連 台股全值三網股價大崩落 台積電盤中一度跌到915元 幅度超過7% 聯發科股價最低來到1185元 下探兩個月以來新低 鴻海更失守200元大關 而資金反倒轉進統一台速中鋼 等全產龍頭股 而綠電升級 營建食品等則相對抗跌 接下來台股整體能否止跌 分析師列出三大觀察重點 包含日元升值速度 融資減幅跟外資 賣潮力道能否減緩 日幣強勁的升值會引發 日本流出來這些套利的這些資金 會快速而且大量的回流到日本 因為資金的一個退潮而產生股市的修正 必須要看整個美股這個地方科技類股 修正的幅度有沒有止穩 那目前看起來已經有急跌 產生出來一個短線上恐慌的一個低點 也有專家建議投資人 可轉向關注非電子類主持人 也可留意巴黎奧運帶雷的話題性商機 記住我們報導 颱風重創鐵路 目前台鐵北回線 和平到花蓮間 還有縱貫線嘉義到新營間 由路線受損未能通車 其中小清水溪橋溪正線 橋樑被沖毀重建 預估需要五個月 而台鐵立平在二十九號 先以東正線單線雙向運行 由於花蓮公路跟鐵路都有部分中斷 航港局也將在二十八到三十號 啟動海運接駁 上面的土石流還在流 凱米颱風過境土石流 重創台鐵北回線和人道重得的軌道 另外小清水溪橋溪正線 被土石沖垮 台鐵人員持續搶修 交通部長親赴現場視察 目前北回線和平到花蓮間 無法通車 其中有三處路斷受土石流影響 其中在和人道重得之間 小清水溪橋溪正線橋樑被沖毀 重建恐怕需要五個月 台鐵立平二十九號以東正線 單向雙向運行 另外西部的縱貫線嘉義新銀間停駛 因為巴掌溪橋部分路機遭沖刷 預計八月一號搶通 以東正線單線雙向運行 這也讓原本週末要到東部的民眾 行程受阻 台北車站出現退換票 到人潮 另外蘇花路廊有六處嚴重貪方 公路局坦言這次土石流災情比之前更嚴重 立平七月三十號全線開放通行 由於花蓮鐵公路受創 航港局也加派新台馬輪進行海上運輸 每天可以載運六百四十二名旅客 蘇澳港到花蓮港每日往返一班 二十八號起連續三天投入輸運 民眾要提早一個半鐘頭之前來報到 是不會向民眾收費 現階段就盼盡力搶通 讓用路人可以安心通行 這綜合報道 雲林有二十個鄉鎮超過一半都泡在水裡 大皮鄉西鎮村 新安村還有水林鄉 到上午都還淹水超過一公尺高 其中西鎮村對外道路中斷 大皮鄉長陪著縣長涉水勘災 同時也利用橡皮艇幫忙運送便當 工作人員利用橡皮艇一趟又一趟的總共 載送了五百個便當來到西鎮村 村長透過廣播請村民趕快來領便當 因為水煙極西彷彿水上孤島 為了領便當村民苦中作樂 把木板當作船 還有人拿著充氣游泳池來領 五百個便當前進困難送了一個多小時 都還沒有送完 工作人員也只能在水中吃便當 而現場張立善涉水勘災 雲林鄉二十個鄉鎮超過一半都泡在水裡 水林鄉金山村水一樣不見消退 有中風老人家只能苦坐床邊 雙腳泡水一點無奈 還有溫溪村村莊內電線桿被強風連根拔起 民宅鐵捲門也被風吹垮 而四湖鄉因為臨近三條大牌匯集處 也是汪洋一片 怎麼辦 一直淹起來 我害怕 我一直緊張 我沒嚇到拔到這樣 一直拔一直拔 也是拔不去 淹水又停電 眼看又要漲潮 居民心情膽戰 尤其這裡居住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有外出工作民眾擔心家人安危 向臺時新聞求助 希望透過報導讓他們知道家人是否安全 臺時新聞挺進四湖鄉 雖然無法確定觀眾的家人是哪一戶 但依舊挨家挨戶詢問 每位受困的老人家是否需要幫助 凱米颱風重創雲林 居民只希望老天爺幫忙 與不要再下積水趕快消退 記者郭鎮毅 陳博章 劉祺宇 雲林報導 凱米颱風造成中南部多處積淹水 在高雄茂林統計到今天下午4點 三天的累積雨量超過了1900毫米 是全台第一 而氣象粉磚 台灣颱風論壇 更貼出了一張雨量累積圖指出 南部跟宜蘭地區 雨區變成了黑色的 讓網友驚呼第一次看到顏色不夠用 滾滾泥流 波濤汹湧 開密颱風 毫雨成災 高雄市茂林區情人谷 連外道路淹水變成小河 氣象署觀測 開密颱風三日累積雨量 高雄茂林多納林道 破1900毫米全台之冠 排名第二第三的 嘉義阿里山奮喜湖 與屏東三地門尾寮山 也都超過1600毫米 前期相局局長郑明碟解釋 这是受颱風引进西南氣流影響 有網友認為 是否為西南氣流 還有討論空間 而郑明碟進一步補充 颱風哪有那個能耐 引進西南氣流 是建立一個預報术雨 這樣的說法生動而簡潔 而這回凱米颱風創下兩個紀錄 近中心環流靠近台灣陸地期間 氣象署針對宜蘭花蓮 發布四次颱風強風告警 這是針對單一颱風 史上發布最多的一次 而在發布海陸景第一報時 預估的累積雨量也破紀錄 這麼多的次數 其實是非常罕見的 在風雨預報的第一報 就估出這麼高的雨量 凱米颱風造成多處激淹水 不少網友說 湧現對莫拉克颱風的回憶 氣象署分析其實這兩個颱風 不但路徑相似 降雨量無論在平地或山區 包含屏東 高雄 台南嘉義等四個縣市 帶來的單日累積雨量也幾乎相近 就單日的累積雨量而言 很多地方是跟莫拉克類似等級的 而民間氣象團隊 台灣颱風論壇 發出一張雨量累積圖 指出宜蘭和南部出現黑色區塊 粉專說什麼叫做下到發黑 這就是了 不少網友驚呼第一次看到顏色不夠用 而儘管凱米颱風過境 但菲律賓東方海面上又出現熱帶擾動系統 預估下週一週二靠近台灣 是否會形成颱風 氣象署密切觀察 記者台北高雄綜合報導